天王带地虎,宝塔镇和妖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经典春节硬菜 宝塔肉,让厨师界闻风丧胆的一道菜 一起看看是怎么做的吧 锅中下入清洗好的五花肉 加葱姜,八角香叶干辣椒 桂皮花椒,几粒老冰糖 一勺炒好的糖色 半勺老抽,红薯米粉上色 一大勺食盐,一瓶啤酒去新增香 加入没过食材的清水 扣盖煮30分钟 煮至八成熟色泽红亮捞出 扣上盘子按压平整 放冰箱冷藏两个小时 再切成模具大小的方块 注意像视频中这种切法 千万不要把皮切断 切断一次前功尽弃 我每天都在用心地浇做菜 这条视频就留个关注吧 谢谢您了 切成视频这样就成功一半了 然后再卷起来 是不是没切断 然后放在宝塔模具中 一定要把塔的层次感整理出来 再放上炒好的梅干菜 按压紧式 浇上煮肉的汤汁 上锅蒸两个小时 蒸好后倒扣盘中 煮肉的汤汁勾包浅淋在上面就可以了 这样做的宝塔肉肥而不腻 瘦而不柴 好看又好吃 喜欢收藏春节给家人安排上吧